所以第一步就是下载 就这一串 然后把后面这一串 这个就是网路上开放资料连接 用requestget get记得要让他 我们要最好先点一下 看一下编码方式 然后再就下载print它 再来就是切割它 为什么切割呢 因为我要把它放到资料库 所以放资料库一个罗布的坑 你不能说全部塞进去 全部塞进去没有意义 所以通常会切 那什么切呢 先换行先切 那这个范例比较特殊 是通常还有多一个反斜线R OK一般是反斜线N就搞定 那这边多一个反斜线R OK把它注解 这个把它画一下 然后呢 它这个从第一 为什么从第一 因为避开那个栏位嘛 然后减一的话 因为最后好像会有空的资料 会多一个 所以把它减掉最后那一笔 然后呢 刚刚有一个就是 会有那个空的资料 我要把它去掉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用什么 用那个strip strip把它去掉 然后再看一下OK了 接下来就是新增资料库 新增资料表 然后写进去 我用exq many exq many 另外一种就是exq 可是exq它这边你读一笔写一笔 读一笔写一笔写一笔 那官方说法是说这个比较没效率 最好是你先串好之后一次丢给我 那我一次就帮你写进去了 会比较快 也比较有效率 也不会造成那个系统 比较 尤其像资料 就是说那个server型的 你如果每次都这样写 那那个它就一直处理你的事情就好 其他人的话就在那边奇怪怎么一直连不上线 糟糕怎么系统好像荡料了 那其实不是 因为你的写法不是很OK 所以他比较轻易你用exq many 你一次告诉我一次做完就好了 其实你们工作也是最怕就有那种人 想到跟你讲一下 你老板就跟你想到你要什么 就跟你讲一下 突然想再跟你讲一下 你很想跟他讲说 你可不可以一次跟我讲就好了 对不对 exq many就类似像这样 你给我一次告诉我就好了 你不要每次想到什么讲什么 最怕这种人的 客户也是一样 没事一直打电话 抱歉我刚刚讲错了 从来 还好我没开始改 不然我改了 我不知道怎么改 他说刚刚那个我想还是不要好了 所以有时候以前都很习惯 你讲了我先后住好了 等你想清楚再讲好了 不然的话永远改不完 对不对 尤其像现在慢慢这样怎么灌老板 现在有灌客户 尤其像设计师 我觉得很早以前其实没有这样 以前是我们讲什么客户就听 现在刚好颠倒 现在是客户讲什么 你就一定要听 可能因为已经慢慢被闯坏了吧 OK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要把它批示的写进 怎么批示写进去呢 你现在的话呢 这边不是一个一个一个 其实这样已经可以把它切开了一个音色 一个音色 但是呢 如果我要excue many的话 那根据那个官方说法 就是你要把它本来excue变成excue many 那写法的话 第一个我们会需要有一个空的list 这空的list做什么 就是把这一个list再放到它里面去 就变成二维了 串列里面又有串列 OK好 这有点比较有点比较不好理解 不过我们实际上来看一下 也就在底下 我们在刚刚的这个list二底下 做一个什么呢 这个list三空的 它做什么呢 就是把我刚刚的这个list二放到 append到它里面去 OK 所以放放放放放 一直放进去就对了 那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们写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print出来 这个有印象吗 这应该有讲过了 有吗 没有 好 没有看一下影片吗 我应该我记得有吧 因为我教太多班了 我也不知道说到底 应该是有讲了 因为我照那个顺序讲 那我们来试一下 意思就是说我建一个空的 然后把它放到里面去 那最后看到的结果 就一定要长这样子 什么你可以看到了 哇 不过资料太多了 一直跑一直跑 我现在还在跑 那一 不对 糟糕 写错了 暂停一下 写的位置不对 应该是写在哪里 写在回圈外面 不然的话 它会一直print 一直print OK 应该是这样子才对 那把它全部串完之后 再把它直接一次执行 OK 那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长 一个中瓜糊 里面会有一个 有没有 所以它一笔资料 那就是一个串列 下一个的话 那就是下一个串列 下一个串列 下一个串列 就是下一个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又一个串列 有没有 一个一个的串列 就串在里面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整笔一次全部输入 那怎么全部输入呢 就是直接用那个cursor sq ok many 然后insert into 到那个market01 那values 就是后面加一个问号就可以 那总共几个栏位 就几个问号 那再来的话 后面逗点 主要是怎么样 加一个这个东西 就是串列 你就把这个串列 直接就放到这边来 那它就会知道 你要新增的话 我一次呢 就帮你全部新增进来 那后面的话呢 你就不用特别去 注意它的形态 因为之前我insert into的话 你要去串切 加 然后一个什么东西 加串串串 那这个方法的话 比较不能出错 但是可能要注意一下 是 你写的位置呢 一定要写在 这个最前面 你是等它串完之后 再insert进去 就先把这个注解拿掉 那最后的话呢 确定没有问题的话 就把它怎么样 把它commit commit有点像存档 我就确定存进去了 然后呢 帮我连线关闭 那就写成 写入成功了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理论上 我把它save一下 然后执行看看 如果没有错误 最后最好是print 写入成功之类 因为这边好像没有print的一个 比如说这边讯息 叫做写入成功之类的 这边的话我就 这样来试一下 我也不确定 应该是ok的 执行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有看到写入成功 那表示呢 资料库应该就已经在哪里呢 就已经在我们的资料库里面 那资料库里面 我怎么知道 到底有没有写入成功呢 其实要不就是什么 再增加一个slate的语法 去把它 要不然就是说 我们用什么 之前跟各位讲过的 你可以用那个sqlite的browser 有没有 有一个sqlite的browser 然后打开它open open哪里呢 open我们的 就是专案下面的src的套件 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个market.db这个东西 把资料库打开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market market01 market 怎么两个 ok 等一下看一下 里面有没有东西呢 market也没东西 market01有没有东西呢 马上看到了 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几笔资料 3623笔 看到了ok 那这样的话呢 等于是说我们已经把资料全部都放进去了 那所以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需要查什么 查 假设是轻冲 在哪一个市场 买到的价钱 是最便宜的 那我怎么做呢 当然我可以excue 我可以slate 在这边待会来看怎么样 就是做查询 那做报表 做分析 ok 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打 inform我 给大家�购 他们完整的 which bl 公已经达り 了 和 记性 是啊 语 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